今天我要帶各位去LA一個很有名的藝術館 叫Mocha 那這是因觀眾要求說想要我帶著攝影機出去走走 介紹LA跟加州 今天很瘋狂跑來Mocha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展覽一個很有名的藝術家 叫Pollet 那我怎麼認識這個藝術家是因為他之前有個很舊很舊的片子 是叫Ant Harris這個演員介紹這個作家 那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美國畫家及抽象表現主義者 那他以獨特的低畫而成名 那他這一生中享有相當的盛名還有惡名 那他大部分的食人都是在隱居中 他脾氣非常非常壞而且反覆無常 一生中被殉酒困擾著 我很推薦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的連接在這部影片下 那這個演員叫Ed Harris 我很建議大家追從這個演員的作品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話 或你看這個電影之後有什麼感想 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今天來看我的Vlog吧 我後面這個是L.A. Disney Concert Hall 是很有名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這邊是新開的一個Museum 叫The Broad 可是我今天要去Mocha 是Metropolitan of Contemporary Art 今天好像我朋友說有免費票 所以我們來看看 OK 我們終於到了 這是...OK 不知道你可以看到 Metropolitan? 然後它是板子上面 寫出今天的Showing是什麼 不知道 OK 我們去看一下 當時我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好可愛 誰能想像藝術可以用電線跟釘子形成的呢 這個作品是Jack Lenore做的 重頭戲來了 這就是Pollett的作品 還好我跟著這個導遊 聽了他講解Pollett的話 他讓我們思考了一下 Pollett到底在表達什麼 和比較他之前跟之後的話 有什麼差異 這個導遊是德國來的 可是他英文講的非常標準 而且他非常非常愛Pollett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等導遊介紹 自己在那邊亂拆跟這個導遊介紹 真的差好多 OK 今天就這樣子囉 下次見囉 OK OK